正式皮带这个名词听说过的人其实不多 但是这却是汽车发动机配气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与曲轴的连接并配合一定的转动笔 来保证进排气时间的准确性 发动机工作主要是在气缸内发生进气压缩爆炸排气四个过程 每个步骤的时机都要与活塞运动状态和位置配合 让进气和排气以及活塞升降相互协调 正式皮带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 正式就是通过发动机的正式机构 让每个气缸正好做到活塞向上 正好到上止点 气门正好关闭火滑塞正好点火 之所以使用皮带不使用齿轮 是因为噪音小传动精准 自身变化量易于补偿 但是正式皮带是橡胶制品 也是属于一号品 因此要定时更换 一般使用多久需要更换呢 一般各种品牌汽车的更换时间有所不同 严格按照汽车使用手册规定按时更换 但是一般建议在临近更换时间之前就更换 这样更加安全可靠 一般发动机有异想就要定期检查 看看是不是定时皮带需要更换了 有经验的车友可以按照时间或者公里数进行预估 差不多在8万到10万公里 或者使用3到4年就要定期维护 并及时更换定时皮带 定时皮带如果不及时更换 导致行驶途中皮带断开 这个时候曲轴还在转 突轴却停滞了 活塞一旦顶到打开的气门就会被顶烂 气门杆也会被顶弯甚至变形 这个时候发动机就要大修 简直是得不偿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